新华社武汉4月8日电提 英雄无言95岁老党员张富青的本色人生 新华社记者唐卫斌、杨毅军、谭元斌 71年前 他是西北野战军的突击队员 冒着枪林弹雨 炸掉敌人四个碉堡 战功卓著 是董存瑞士的战斗英雄 64年前 他退役转业 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奉献工作 为贫穷山区奉献一生 从此 赫赫战功被他埋在心底 只字不提 七年前 他88岁 左腿截肢 为了不给祖之天麻烦 更为了让子女安心为党和人民工作 装善甲之 顽强的站了起来 现在 他95岁 仍然坚持学习 他说 人离休了 政治上思想上绝不能离休 所有这些 只因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他就是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06年战事张富青 1-2018年12月3日 来奉献城 来奉献委政法委干部张健全 小心翼翼的怀揣着一个包裹来到县人社局 彼时 县里正在按照上级统一安排 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 张健全带来的东西 是父亲张富青一生珍藏的宝贝 那是下午5点20分 我正准备下班 看到闪耀着光芒的勋章 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对那天的情景 来奉献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 专班信息采集员聂海波记忆犹新 在聂海波注视下 张健全郑重的一一取出包裹里的物品 一本立功证书 记录着张富青在解放战争时立下的战功 立军一等功一次 十一等功 二等功各一次 团一等功一次 两次获战斗英雄称号 一份西北野战军的报公书 讲述着张富青 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 荣获特等功 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章 镇刻着人民功臣刺各大字 激动地看完张健全带来的材料 聂海波深感震撼 没想到我们来凤海隐藏着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 二涌风战役带突击组 夜间上城 夺取敌人碉堡两个 脚机枪两挺 打退敌人数次反扑 坚持到天明 我军进城消灭了敌人 这是立功证书对张富青1948年11月 参加永丰战役的记载 发生在陕西浦城的永丰之战 是配合淮海战役的一次重要战役 战况一场惨烈 一夜之间换了八个连长 对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95岁的张富青 仍历历在目 张富青所在的连世永丰战役突击连 张富青又是突击连的突击班成员 二十七日夜 他和两名战友匍匐前进 巴着墙砖缝隙攀上城墙 张富青第一个跳下城墙 羽围上来的敌人击战 我一转身 看见敌人将我围住了 就端起冲锋枪扫射 一下子打死七八个 张富青说 交火的时候 他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 消灭眼前的敌人后 手一摸 发现满脸都是血 原来 子弹擦着头顶飞过 把一块头皮掀了起来 打死七八个敌人后 我逼近碉堡 用刺刀在城墙底下刨了个洞 把我带的八颗手榴弹 和一个炸药包脑在一起 拉着了手榴弹 炸毁了碉堡 那一夜 张富青接连炸毁两座碉堡 缴获两挺机枪 树箱弹药 战斗中 他幸存下来 两个战友却从此有无音讯 因在战斗中表现英勇 张富青获得军甲等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48年3月 参军 8月入党 在湖梯山 东马村 林高 永丰城等战斗中都冲锋在前 这位陕西汉中小伙子 历尽了九死一生 3 陕西 新疆 北京 南昌 武汉 几经辗转 1955年初 已是连职军官的张富青 面临退役转业的人生转折 听说湖北西部恩师条件艰苦 急缺干部 他二话不说 我可以去 听说来奉献在恩师最偏远 最困难 没有丝毫犹豫 他要一口答应 那我就去来奉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从武汉动身 一路向西 再向西 恩师是湖北西部边垂 来凤更是边垂的边垂 怀着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憧憬 张富青来了 这里苦 这里累 这里条件差 共产党员不来 哪个来啊 带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城 张富青来了 此后几十年 人民功臣张富青勤劳的身影 先后出现在粮食局 三湖区 茅栋公社 外贸局 建设银行 双脚却很少在卖出来奉 母亲去世 他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工作挑最苦最难的干 从不争名争利 张富青把余生献给了来奉 献给了这片曾经毫无关联的大山 浴血奋战 战功卓著 自从到了来奉 过去的一切 都被张富青刻意尘封起来 六十多年 无论顺境逆境 张富青从不提自己的战斗功绩 郑书和军功章 被他藏在一个随身几十年的皮箱里 连儿女也不知情 四 瞒得再紧 瞒不过最亲的人 妻子孙玉兰最清楚丈夫身上有多少伤 又深夜下 战争中被燃烧弹灼烧 黑乎乎一大片 头顶的伤疤 至今依稀可见 孙玉兰和张富青是同乡 战争期间集之后的几年 村里人都以为张富青已经不在人世了 一九五四年 张富青回了趟家乡 大家才知道 他还活着 共青团圆 父女主任孙玉兰 和尝自己十一岁的张富青一见钟情 不久后 被爱情召唤的孙玉兰 追随张富青到了来凤 这一来 就是一辈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 为给国家减轻负担 担任三湖区副区长的张富青 率先动员妻子 从供销社的铁饭碗下岗 她的理由很简单 国家困难 我首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占群众 公甲的好处 要尖减人员 首先从我自己脑壳开刀 同志爱的人在一起 多苦都是甜 夫妻俩生养了四个孩子 大女儿患病 至今未婚 常年在家靠母亲看护 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员 两个儿子凭自己的本事上学 工作 从基层教师干起 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 几个子女 没有一个在张富青曾经任职的单位上班 如今 最小的儿子也快到退休年龄 形容自己眼中的父亲 张建权用了一个词 平凡 从转业到离休 数十年如一日 张富青像一块砖头 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乐观 朴实 真诚 在大家的印象中 他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 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差别 五 张富青是战斗英雄的消息 再来奉讯速传开了 不少人感到震惊 只知道他当过兵 没想到他是那么大的英雄 有人感到不解 别人没他那么大的功劳 还整天问组织要这要那 他老婆没有工作 大女儿又残疾 也没见他提什么要求 有人感到惋惜 那么大的战功 如果当初留在武汉 早就成了高级干部 更多的人深受教育和感动 去年 张富青做眼部手术 术前 中国建设银行来奉之行行长李甘林特意叮嘱 张老师离休干部 医药费全额报销 可以选好一些的精体 但张富青听说 同病房的农民病友 用的是最便宜的 也选了最便宜的 我已经离休了 不能再为国家做什么 能解决一点是一点 衣服的袖口都烂了 还在穿 儿子给他买的新衣服 他别的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 张富青的心里 几乎没有他自己 以前 以前